师傅,您到香港的时间,住了时间都很长了,是不是呢? 是啊。 住了大概有多少年? 住有十多年,到了香港,以后又到了泰国。 又到泰国。 从泰国回来,就在香港,福龙山有观音洞,在观音洞那个地方住。 观音洞里头什么都没有,也没有一张桌子,也没有一张椅子。 坐的时候就在那个墙上,那个石头上坐。 石头上坐着,晚间坐一许,第二天早晨呢,就也不能动它了。 这个脚啊,腿啊,都像木头啊。 这么做,因为坐呢,石头上是潮湿的。 所以不能动它了,自己就想,是不是要不住这个观音洞呢? 可是搬到观音洞的时候,也有一些个人呢,给介绍到这来住。 如果不在这儿住呢,好像对不起这一切的护房。 那么要住呢,恐怕这个也受不了。 虽然是这样子,但是我还是决意在那儿住下去。 住下去啊,那么经过一个时期啊,那么晚上再坐一早去啊,也可以活动了。 那么在那个观音洞里头啊,常常有一条很大的蛇。 它常常来啊,不知道它想要干什么。 那么有的时候我出去啊,它就进来,我要进来呢,它又出去。 就这么样子,呃,经过一个时间。 那么吃饭呢,就到这个富翁山,呃,去拿饭上来吃。 上来吃,时间久了。 然后呢,我这个邻居呢,我这个邻居有一个,呃,呃,出家人。 他就生一种妒忌心呢,就到富翁山去破坏。 破坏叫富翁山呢,说不要供给我饭吃了。 说我自己啊,也有钱,也,也有这个人护房。 于是乎嘛,在这个时候,呃,我就没有什么东西吃了。 呃,呃,经过,呃,半个多月的时间呢,呃,呃,呃,就有一个,呃,他的名字叫劳宽生。 他被狗咬了,总也不好,他晚上做梦啊,就梦见,说在富翁山后边的观音洞啊, 有一位法师在那修行。这个法师他叫安慈法师。我的法名叫安慈法师。 那么,呃,呃,你要去啊,呃,供养供养他嘛,呃,你这个病就好了。 那么他一天晚间呢,做这么三个梦,都是委托菩萨给他托这么个梦啊。 于是乎他就拿着,呃,三十多斤米,又花了七十多块钱,到那给我送去。 送去呢,我旁边这个出家人呢,呃,呃,就呃,呃,叫他把这个米啊和钱都交给他。 他就不交给他,两个人就吵架。吵架我出来,那么看他也没有,呃,就没有事了。 那么把米啊和钱呢,两个人分。